欢迎来到飞铁午餐 我是尹乃金 我们这两天呢 在看 中国的新任的国防部长 董军在香格里拉会谈 和美国的防长奥斯汀会晤 在民进党的方面的权势 就把董军在香格里拉会谈上面的谈话 当作就是一种出言动课 我不知道是他们是真的是看不懂 还是故意的 还是其实对于目前在台海之间 中美关系之间 台湾跟中国大陆上面的悬殊 反正也就是差距太大 无计可失 那既然是如此的话 就用一种这种好像是 我不在乎你的那个态度 来面对这个董军的谈话 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我们看到这个董军在这个香格里拉的会谈里面 他除了去谈到这个中国大陆的立场之外 很重要的是呢 他在里面呢 对于台湾的局势 对于两岸的这个形势呢 我之前的时候已经有提到过 就是说他特别提到了反分裂法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深刻的 要有非常非常的有感觉的 不是说像民进党那样子 好像就是轻视他灭视他 这是危险的 他提到了这个反分裂法 那我们现在就来再来看一下 反分裂法所规范的 所规定的到底是写了些什么样的一个条文 对于台湾来讲 他带来的这个威胁性是在什么地方 这个反分裂国家法的条文呢 非常的简单 他就没几条嘛 我记得这个反分裂国家法 这个条文 条文不多 就只有 对没错 他只有十条而已 那他跟这个 他里面呢 强调的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重点 就在于是说 他反对 反对而且不受呢 外国势力干涉 他把这个两岸之间的这个问题呢 台湾问题呢 是定义为是中国内战的 遗留的这个问题 然后强调呢 他不受这个外力干涉 然后 董军呢 在香里拉会谈上的时候呢 跟不管是 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 或者是在这个演说里面呢 也都一再的强调这一点 为什么我说 当他提到了反分裂国家法的时候呢 台湾必须要特别的注意 就在于是说 他的第八条 就名列有三种的情况下 中国大陆呢 会采取 德采取非和平方式 及其他必要措施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这三种情况呢 就是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 第二种 第二是发生将会导致台湾 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 三 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 就赖清德政府来讲的话 他是不可能 他是不可能也不会也不敢 去宣布台湾独立 或者是来进行这个修宪 制宪走法里台独的这条路 因为他如果走这条路的话 他其实就是自己在 就是就在找死 就是说白话文就是这样子 而且呢 你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 美国也没办法挺你 那你就给大陆 对台动武的口识 那所以他现在走的呢 就是一个擦边球 他就是呢 不说 不会宣布台湾独立 他也不会呢 进行这个 法理台独 也不会去修宪制限 但是呢 他就说我们是两个国家 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互不隶属 那他最 台湾呢 去碰触这个反分裂法的 最有大的可能性呢 就在于这第三点 所谓的和平统一的可能性 完全丧失啊 也就是在民进党的操作和这个 操作和他的这个执政 以及赖清德的 就职演说里面 就看得非常的这个清楚啊 不要说这个武统了 武统我们当然是反对的 在赖清德民进党的执政之下 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呢 也是越来越低 他们反对这个 反对统一 反对双方面呢 有任何的 趋同的这个可能性 而且最重要的就在于是说 统一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啊 你想想看两边如果合起来的话呢 这个 那大陆 大陆跟台湾两边合起来 美国他在第一岛链里面 他就失去了一个最重要的啊 来对抗这个中国大陆的力量 外溢的一个杠杆了 他怎么 他怎么会舍得呢 他不可能啊 不可能这样子 不可能这样子 而容许两两岸之间呢 这样子好来好去的 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啊 所以呢 美国现在呢 一切的作为啊 都是在呢 去挑战啊 这个中国大陆的红线 挑战中国大陆的底线啊 然后呢 他也在做一个政治上面的一个好赌啊 他赌呢 中国大陆呢 也不会啊 不容易啊 轻易的呢 采取行动啊 因为呢 中国大陆 当然会 很 要有很全盘的考量 跟这个算计啊 就在于是说 他如果 对台湾 采取武力行动的话 对台动武的话 他第一个 他是不是就中了美国的忌 就美国来讲 他今天呢 只要大陆呢 对台湾呢 采取任何的军事上面的行动的话 他一定就是制裁嘛 他一定就制裁 这个中国大陆 就是 不把你这个搞垮呢 也拖得你呢 就是 没 少了这个半条命了 然后如果说 这个战争的这个情况呢 旷日废时的话呢 美国呢 在这个地方呢 能够得到的利益就更多 他就是要借着这个战争行动 来拖垮这个中国大陆啊 我不认为说 今天如果大陆对台湾 采取这个军事行动的话呢 美国呢 真的会 对这个中国大陆呢 本土呢 采取这个攻击 因为这样子的话呢 美国呢 就卷到这场 这个战争里面 那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了 而且呢 只要呢 美国呢 不管他从菲律宾也好 从日本也好 从哪里也好 去发射 飞弹呢 去攻击这个中国大陆啊 甚至于是 甚至于说 不是攻击这个中国大陆的本土 而是这个攻击大陆的这个军舰的话 那美国就是参战了 那大陆不会反击吗 大陆一定会反击的啊 那大陆反击的话呢 那 美国难道不受伤吗 美国也会受到很大的伤害 但这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他最好的这个做法呢 就是像拖这个俄罗斯一样的 去拖住这个中国大陆 让你这个不死呢 也少了这个半条命 那 这么一个简单的这个逻辑 这么简单的这个事情 大陆会看不清楚吗 所以说呢 大陆为什么一再的强调 就说他们不放弃和平啊 等等啊 因为呢 和平的现状 当然才是最符合中国大陆的利益 但是你不要 你台湾不要逼着他 不要逼他呢 非不得已 他非不得已 他不想动物 但是你不要逼他呢 走上这条路 那 如果你逼他走上这条路的话 他就算经济有再大的这个损失 基于这个领土不能够分裂的 这么重要的 这么重要的一个民族 民族主义的一个前提的话 大陆不会 大陆他的经济呢 伤筋动骨呢 再怎么样 他也都不可能会让 做事台湾从分离出去的 不会的 而且他也不会这个做事台湾呢 在这个美国的这个玩弄之下呢 就离他这个越来越远 现在就是看那个临界点到底在哪里 看他的这个 大陆呢 不能忍受的一个点 究竟是在什么样的 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极限 而在此之前的时候呢 中国大陆呢 为什么还是跟这个美国呢 保持着这么密切的 这个互动跟这个往来 明明这个赖清德已经讲了 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这个背后呢 如果没有美国的背书 甚至于美国的怂恿的话 赖清德敢讲吗 他不敢讲啊 那他明明就是已经就是踩到你的这个红线 而且在那边跟你这个挑战了 为什么大陆还要跟这个美国保持这么多个多管道的密切的沟通呢 我觉得呢 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 他还是希望 他还是要追求 跟这个美国之间 双方之间呢 保持一个交流的一个稳定性 避免呢 产生重大的策略上面的误判 最重要的是呢 这种的策略误判呢 很可能呢 会伤害到的是中国大陆的利益 那美国呢 他在11月总统大选之后 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局面 可能是川普当选 然后可能是拜登连任 而这样子的一个变数呢 对于未来的这个中美关系呢 当然是影响至大呀 所以在观察美国 而且呢 去等待美国的这个总统选举的结果之前的时候 尽量的保持中美关系的这个 稳定才是最符合这个中国上的中国的利益 而且中国呢 也的确他需要 他需要有外来的这个投资 他要去提振 去恢复外来的投资的信心 而且特别是外来投资 也会影响到他们本国内部的 不管是消费啊投资啊 各方面的这个信心嘛 所以呢他有必要跟这个美国呢 维持一个虽然彼此之间叮叮对对 但是是一个常态性的交流沟通的 那个管道没有断的 这样子的一个场面啦 这个很重要 所以呢他的做法呢 就不像之前的时候啊 当陪洛西呢到台湾来访问 他们除了大陆呢除了围台军演之外 也中断了啊 跟这个美国之间的 好像是六个吧 六个这种交流的这个会议啊 等等啊 就交流的管道就通通把它中断了啊 那可是这次没有啊 在这个气球事件之后啊 中美之间的交流呢 也中断 那但这次没有 这次其实赖清德这件事情大不到 当然很大呀 可是呢 中国呢 依然呢保持跟美国之间的往来 不管是他们海事的啊 次长层级的 还是司长层级的啊 海事的交流视讯会议 然后坎贝尔啊 他们这种次长层级的啊 副部长层级的 跟中方之间的这个对话 然后到这个奥斯汀 美国的国防部长跟 这个董军啊 之间的这个对话 就保持这种 保持这种对话的势头 交流的势头 以创造一个 呃 中国大陆呢 可以去驾驭啊 呃 中美关系的 这样子的一个形象 对大陆 对内对外呢 他都是有利的 对我们还不要忘了 这个马朝旭还到了 呃 美国去访问啊 马朝旭去这个美国访问 他讲的一个很重要的 我想说这两边的关系很不好啊 但是呢 他还说中美关系呢 现在呢 是在止跌气吻 他还是说朝着这个吻的势头上面 这样去走 所以从这里面呢 就可以看到这个中国大陆呢 他是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啊 去看中美关系这个局 那尽管呢 呃 他们很清楚啊 呃 大陆很清楚的知道 今天赖清德的这些作为啊 这背后呢 有美国的这种怂恿和这个支持 可是呢 他一方面呢 保持跟美国这种 这种交流的 稳定的这个势头啊 另外一方面呢 他就是因为在对台的政策上面 他的主动权越来越 越来越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嘛 他的筹码就越来越多了嘛 所以他我已经看透了 你美国在玩哪一套了之后呢 我今天要对 要对台湾怎么样 我就对台湾怎么样 那你美国又能够奈我和 就是呃 所以他今天呢 要对台湾军演 他就对台湾军演 他这个呃 两天啊 对台湾联合利舰A 然后接下来之后 可能还会有联合利舰B 联合利舰C 然后呢 呃 这次呢 联合利舰A呢 没有实弹射击 他下一次呢 可能就来给你这个实弹射击 然后他的这个海警船呢 要来去进入台湾的 金门这边的禁限制水域 你你你美国能怎么样呢 你美国除了表达关切啊 那反对改变这个现状之外 那你会 那你能做什么 你会做什么呢 你会派你的这个船 军舰舰舰到这个区域来吗 不可能嘛 在823炮战的时候 美国都没有派兵了 更何况现在 是这种的状况 美国他就是只会口头上 表达他的关切而已 然后那个大陆的 这个海警船 来了之后 他现在军舰也来了 那你美国又能怎么样 所以呢 他在大陆在这个两岸关系上面呢 他觉得现在所有的一切呢 都操之在我嘛 我要军舰进入到 金门的禁限制水域 我就来 我要对台军演 我对台军演 我要取消这个ACFA 对台湾的这个关税优惠 我要取消就取消 我要紧一点 去压缩台湾的这个空间 我就紧一点 我有的时候呢 可能要缓一点 放松一点呢 我就放缓放松一点 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 只要在这个台美 只要在这个中美关系上面 他能够保持一个对话的稳定性 他对台湾这边 他只要走在这个边缘里面 美国所能做的 也不过就是说说关切而已 这就是中国大陆 现在的这个盘算 也是中美之间 现在交往的一种新模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或者是他想要用这个 在那个边缘地 搞成这个阶段 我应该讨论 我们有一个 就不执行